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奶爸咖啡师 Josh 欢迎回到我和Eva的频道 之前两期我介绍了如何制作Expresso和打奶泡拉花 这期我们来聊意识咖啡机 我会以家用半自动意识咖啡机为主 介绍一下基本的功能原理 还有我们在家里选购咖啡机时可以注意的方面 希望对大家选购咖啡机时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选购其他咖啡器具有兴趣 也可以看我上一次做的咖啡器材选购视频 我会放在右上角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意识咖啡机 现金意识咖啡机哪怕是家用机 差价也非常巨大 便宜的有两三百加币的 也有大几千的 不过无论是多少钱的意识机 做的事情都是一样 就是把水加热 然后用高压把水推送出去 那这几千块钱的差价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半自动意识咖啡机的几个重要部件 我感觉最重要的 特别是家用感觉最明显的 就是锅炉系统 然后就是每一台咖啡机的心脏 蹦 台湾叫Bump 也就是Pump 这个是咖啡机压力的来源 最后还有冲煮头 温控器 电脑系统等等 那我们先说锅炉系统 入门家用机最常见的是加热块系统 这种类型的机器通常都非常小 干脆不配有锅炉 使用加热块来 加热冲煮咖啡的热水和蒸汽 加热块里面有那种很细的水管 当水通过的时候快速把水加热到想要的温度 所以加热块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开机非常快 省去了锅炉煮水的时间 再来就是比较节省空间 机器可以做的很小 也不会占用厨房太大的地方 最后就是成本低 机器本身会比较便宜 一般两三百加币就能买到最基础的加热块系统的一时期了 那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结构原因 温度不是很稳定 同时冲煮咖啡和使用蒸汽打奶泡不能同时进行 当然现在有像惠家 德龙不少型号采用多块加热块的方案 对于温度的控制和蒸汽的改善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差不多是单块加热块的两到三倍 再来就是单锅炉的咖啡机 现在单锅炉咖啡机是越来越少了 逐渐被我上面所说的加热块系统所替代 90年代大多数的家用一时咖啡机都是单锅炉的 单锅炉顾名思义就是 一个锅炉同时负责咖啡的冲煮和蒸汽 但是因为咖啡冲煮的温度和蒸汽的温度是不同的 所以冲煮咖啡和蒸汽打奶泡也是不能同时进行的 你需要做完咖啡之后切换到蒸汽模式 锅炉你的水会继续加热 加热到足够的温度 这就需要一段等待的时间还是比较折磨人 蒸汽方面单锅炉的表现也很一般 考虑到家用机的体积 通常锅炉很小一般也就三四百毫升 蒸汽的空间可能还不如一杯水的体积 所以单锅炉机器我是比较不推荐的 特别是你经常做奶咖的话 我个人觉得单锅炉机器最大的优势 还是这类机器的老厂商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结构相对比较简单还是比较耐用的 机器的饰样如果家里装修偏复古风格的话还是很好看的 在少量的Expresso出品上比入门的加热块机器还是要好一些的 不过出品这一块的优势越来越被更先进的加热块技术 和这几年兴起的手动衣式咖啡机所取代 那我自己用的这一台算是家用领域相对专业一些的 热交换系统 不少入门的商用咖啡机也是在使用这种系统的 俗称子母锅炉 原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锅炉负责蒸汽和热水 大锅炉里面会套一个小锅炉或者一段水管负责咖啡的重煮 靠外面大锅炉的水把里面小锅炉的水污热 这种系统的优势就是萃取咖啡的时候 同时可以用蒸汽打奶泡 蒸汽的锅炉比单锅炉还是要大上不少的 蒸汽强度也好上不少 少量的咖啡出品一定不会比咖啡店差的很远 缺点主要是因为内部的锅炉是靠外部的大锅炉污热的 所以温度的波动是很明显的 比如你开个蒸汽 内部的锅炉温度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在家用的热交换机尤为明显 因为家用的锅炉要小上很多 一般也就1.5升到2升左右 商用的锅炉少的能有7-8升 大的甚至有快20升 再就是远长于单锅炉和加热块的开机 预热时间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不过总的来说 也算是家用意识咖啡机照顾到咖啡的出品 蒸汽和价格比较不错的选择了 剩下的就是主流高端咖啡机的选择 也就是双锅炉系统 顾名思义就是有两个独立的 净水和加热锅炉 一个负责蒸汽和热水 一个负责咖啡的萃取 这样各司其职不但保证了 在萃取咖啡时 蒸汽可以同时进行 还保证了咖啡萃取温度的稳定 通常这类的机器 蒸汽锅炉比热交换机器来得更大 强度和稳定度都没什么可调的 如果你是一个咖啡玩家 双锅炉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 缺点嘛 也就是更贵更大 预热时间更长 说完了锅炉系统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咖啡机的泵 就是Pump Pump提供了易式咖啡机的压力来源 能不能稳定输出压力 直接影响了咖啡的品质 那Pump比较常见的有震动泵 大多数家用机都是采用震动泵 就是一开机真的很厉害的那种泵 它能达到的压力特别高 但是并不稳定 而且咖啡机压力不是越高越好 毕竟6到9%是比较适合咖啡冲煮的 我看有些厂商标到20% 给消费者一副很厉害的错觉 当然震动泵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体积小便宜 更容易更换都是优点 个人觉得家庭一次做个两三杯 也是足够了 毕竟旋转泵至少也要3000加币 才能买得到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旋转泵 压力稳定 噪音也小 是高端驾用机和绝大多数商业机的选择 缺点嘛 就是体积大 这就是贵 其余比较少见的 有齿轮泵还有两种泵的结合的机器 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也不是一般家庭能买得起的 至少要两三万加币 都购买一辆车了 最后几个我一起提一下 冲煮头的类型 对于家庭影响并不是很大 稍微注意一下 使用的粉碗大小 选择配件就可以了 像我用的这种经典的E61冲煮系统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个是冲煮头也是需要预热的 而且时间会比锅炉烧水时间还长 第二就是预热完之后 冲煮头会非常的烫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需要权衡一下 那温控系统有PDI 温控自然是最好的 不过线路比较复杂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坏 如果没有PDI的话 家用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 毕竟一次也不会连续做很多杯 电脑系统的功能就比较多了 像我这台就属于什么功能都没有的 有带预警炮的 即时 称重 定时开机 甚至还有带连接APP的 可以看冲出曲线之类的功能 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了 个人觉得家里面最实用的 就是定时开机的功能 那说了这么多 到底怎么选呢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预算 再来就是用途 是只喝Espresso和美式 还是要做奶咖 再来就是性能结构体积 最后品牌也非常重要 毕竟这玩意坏了 好的售后还是很重要的 就价格来说 2000加币差不多是一个卡 2000加币以上的咖啡机 出品个两三杯 味道已经不会比咖啡店差太多了 蒸汽也算不错了 最典型的就是我用的这种热交换系统 使用震动棒161冲煮头的机型 那各个价位我就在这里不细说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那一期 咖啡器材选购视频 这里稍微提醒一下 预算不单单是咖啡机 磨豆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比较堪运动意识磨 怎么也要四五百加币 这块是不能省的 那用途如果只喝Espresso和美式 五百以上的单鼓勒机器和加二块机出品 也算是堪用的 手动意识机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家用最贵也就四五百 便宜的不到两百就足够了 奶咖的话 特别是想学拉花 推荐别买桶状蒸汽棒的咖啡机 最好还是上多块加二块 热交换或者双咕噜系统 蒸汽会有质的提升 那性能结构上的优缺点上面 你讲的很多了 根据自己能承受的价格 需要的功能去选择就好了 最后就是要说一下 一定要选择一个大众一些 售后比较好的品牌 这样无论是维修还是升级初二手 都会方便很多 别像我买一个这样的特别小众的品牌 我也不知道坏了怎么办 但愿能多用几年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在下面问我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别加上小铃铛 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咖啡相关的小视频 和我们在加拿的生活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